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处数字化时代的同学们 一定感受到了 以计算机 互联网 以及数据位核心的信息技术 给我们日常生活 学习带来的便利吧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将进一步复习 书里有关计算机硬件系统 和软件系统相关的内容 第五课 信息处理系统 本节课将复习 一 计算机 以信息处理 二 计算机系统 关于计算机 以信息处理 主要围绕 信息处理的一般过程是什么 什么是程序存储控制结构计算机 关于计算机系统 主要围绕 计算机的硬件组成和工作原理是什么 微型计算机 有哪些基本配置 什么是指令 程序 软件 计算机软件系统的组成又有哪些呢 本节课的复习 就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和要点展开 复习回顾一 计算机与信息处理 人类很早就感知了信息的存在 可以说信息无处不在 无人不用 大家知道 人类的信息处理 首先通过视觉 听觉等感觉器官 感知外部信息 将获取的信息 以大脑中已经存在记忆的知识 进行比较判断 从而做出决策的 最后复制于行动 我们把获取原始信息 对它进行加工处理 使之成为有用信息的过程 成为信息处理 其主要包括 人们对信息的获取 存储 加工 表达和传输等 但总体上讲 还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也就是输入 处理 输出 为了更有效地处理信息 就需要使用信息处理工具 例如 算盘 是我们组线发明创造的 一种简便的计算工具 机械加法机 是由杠杆 齿轮等机械部件构成 利用齿轮传动原理 手工操作 来实现加减印算 1946年 世界上诞生了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ENIAC 每秒钟能印算5000次 计算机的出现 大大的提升了 人类的计算能力 从根本上改变了 人类信息处理的手段 近年来 在计算机技术方面 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 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我国自主研发的 天核等超级计算机 印算速度可达 每秒百亿亿次呢 随着技术的进步 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提升迅速 成为了人们 高效处理信息的工具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ENIAC 尽管印算速度 和人相比 已经很快了 接近每秒5000次 但还是存在不少缺点 前辈科学家 针对ENIAC 提出了今后计算机 设计制造的建议 如 计算机应采用二阵子印算 程序 可以像数据那样 存放在存储去中 由计算机自动控制执行 以后设计制造的计算机 多采纳了这些建议 并一直延续资金 我们把征询这种结构的计算机 称为 程序存储控制结构计算机 我们来练一练 请看这道题 关于程序存储控制结构计算机 以下叙述正确的是 小达 你来分析一下吧 好的 我选A 因为 程序存储控制结构计算机 它是需要操作者事先把 设计好的程序 以及数据 存储在存储器中 然后由计算机自动执行的 而且一个程序 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回答正确 所以 程序存储控制结构计算机 有别于人类发明的其他工具 它是能自动控制执行的 在指令的指挥下 各个部件协调工作 所以它又是一个有机整体 是一个系统 不是一个部件 一个程序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复习回顾二 计算机系统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 都是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组成的 硬件系统 是构成计算机系统的物理实体 一般有电子元器件和外壳等组成 小月 你来为大家整理一下 计算机的硬件组成吧 好的 硬件系统有五个逻辑部件组成 负责程序和数据输入的部件 是输入设备 负责输出运算结果的部件 是输出设备 具有7亿功能的部件省处器 用于存放数据和程序完成各种散述运算和逻辑运算的部件 是运算器控制各部件执行指定操作的部件 是控制器 回答正确 老师再补充一下 硬算器和控制器 是计算机的核心 核称为中央处理器 简称CPU 输入输出设备 又称为IO设备 或外部设备 计算机依靠总线 把五个逻辑部件连接了起来 这样就可以把事先设计好的程序 存储在存储器中 计算机应循程序时 CPU依次读取一条条指令 并执行相应操作 从而使计算机真正实现了自动化处理 我们来练一练 请看这道题 硬算器 控制器和存储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小达 还是你来分析一下吧 好的 我选C 因为运算器可以进行 数值运算和逻辑运算 存储器可以存储数据和指令 而控制器则发布指令协调其他部件工作 所以正确的是C选项 回答正确 关于计算机的五个逻辑部件 除了需要知道它们各自不同的功能外 还应理解它们之间相互的联系 我们平时所见到和使用的计算机 大部分都是V型计算机 从外观上看 主要有主机箱和外部设备组成 主机箱内有主板 CPU 内称条和各种插槽 接口等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 是整台计算机的核心部件 采用超大规模支撑电路制成的 主要包括 硬算器和控制器两大部分 它有主频 质长和高速缓存 cache等主要的性能指标 而主频是CPU的时钟频率 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计算机的硬算速度 V型计算机另外一个重要部件 就是存储器 分为内存储器和外存储器 简称内存和外存 内存又分为止读存储器 ROOM 和随机存储器 RAM 一般使用的内存条就属于RAM 由于它断电后 信息会丢失 所以需要把信息保存到外存上 才能被长久保存 而止读存储器 ROOM 虽然断电后信息不丢失 但它只能读不能写入 一般用来存放开机检测程序和系统出色化程序的 我们常用的硬盘U盘光盘等就属于外存 不管内存和外存 作为存储器 它们最主要的性能指标就是存储容量了 如内存条 常见的有 4G字节 8G字节 16G字节等 硬盘容量 常见的 500G字节 1G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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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盘的存储容量 比内存 可要大多了 这是计算机内 主板上插槽样子 是以对应部件匹配的 所以 识别它们也不是难事哦 大家有兴趣 打开主机箱 认识一下它们吧 那么 存储器中 常见的内存条和硬盘 又分别安装在主板的哪个位置的呢 小月 你来找找看 老师 内存条是不是安装在位置2 在硬盘安装在哪里的呢 内存条的位置回答正确 位置2 就是内存插槽 那硬盘啊 是需要接口与主板连接的 位置4 就是一个外存接口 硬盘可以接在这个接口上 与主板相连 这些存储器 就是用于存储程序和数据的 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和特点 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而它们存取数据的速度也是有差异的 外存的存取速度 相比内存要慢很多 那大家还记得吗 CPU还有一个性能指标 高速缓存 cash吗 它由于和CPU 封装在一块芯片中 所以作为了CPU的一个性能指标了 但从概念上讲 它也属于存储器 用来存放 CPU频繁使用访问的程序和数据 这就是为了提高CPU的读取速度 特意制造的 所以关于存取数据的速度 最快的应该是高速缓存cash了 然后内存 然后外存 好我们来练一练看这道题 以下关于存储器的叙速 正确的是 小达 你的选择是 我选A 因为B选项 外存的存取速度是比内存慢的 C选项中说存入的信息 永远不会丢失 但随机存储器RAM 断电后信息就丢失了 B选项 只读存储器 RAM只能读不能写 但不限制次数 回答正确 关于存储器 要注意它的各种分类和特点 那我们来练一练识别一下 硬件部件的性能指标吧 这些配置信息 分别对应 哪个硬件部件的呢 先来看第一个 小月 你来分析一下 好的 这个应该是CPU 因为Intel 酷锐R是CPU的品牌型号信息 2.7级赫兹 就是CPU的主频 分析正确 我们再往后看 第二个 第三个 多带了存储容量单位 那我们一起来分析它们吧 小雅 你来回答 好的 这两个存储容量单位的级别 可以看出 一态字节 应对应容量比较大的 外存储器硬盘的 而小的那个四级字节 应该对应内存吧 回答正确 注意内存 外存的存储容量的大小差异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信息 DD23 它是内存的一种规格 所以如果我们再结合它 可以更快地识别出内存来了 21英寸 很明显 指的是屏幕尺寸大小吧 所以应该是显示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微型计算机的输入输出设备 键盘 鼠标 扫描仪 摄像头等 就是属于输入输出设备 而显示器 达音机 音箱 绘图仪等 就属于输出设备 相对于CPU 输入输出设备 都是慢输设备 这些设备中的数据 在表示形式上 与计算机内部的形式不一致 所以就需要用到一种转换设备 而输入输出接口 就是用于实现于计算机内部之间 数据的交换的电路 大家来看这张试于图 认识各个接口吗 老师 我知道 HDMI接口是 音视频传输方面的接口 VGA和DVI是连接显示器的接口 USB接口可以连接的设备就比较多了 U盘 键盘 鼠标等都可以连的 LAN接口 是接网线的 音频接口是连接音箱和话筒的 回答正确 输入 输出设备 总类繁度 即使同一类型的设备 往往也有不同的规格型号 所以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来了 好 我们复习了计算机的硬件系统 我们再来复习计算机系统的 另外一个重要系统 软件系统 先来梳理一下 指令 程序 软件的概念 什么是指令呢 让计算机执行某种操作的命令 就是指令 计算机能识别的指令 是二进自行式的 有操作码和操作速组成 而根据解决某一问题 或完成某一任务的具体步骤 将一条条指令进行有序的排列 这一指令序列就是程序了 那么程序和相关的文档资料 又成为软件 而人和计算机之间的沟通 就需要利用计算机语言来实现了 程序员就是采用一种程序设计语言 来完成程序的设计的 计算机语言有三种 机器语言 汇编语言 和高级语言 先来看机器语言 第一条就是数据传送操作的 机器指令 第二条是加法操作的机器指令 估计大家都看不懂跟记不住吧 对于这种二进自行式 人类的识别和记忆就有一定的困难 那么把二进自行式的指令 用一些助记符来表示 这就是汇编语言了 如第一条 把二传送给AL的汇编指令 第二条 把三加到AL中的汇编指令 Move表示传送的操作 Add表示加的操作 这样大大方便了人们识别和记忆了吧 而高级语言 大家看 这是用VB编写的一段代码 就更接近人的自然语言了 所以更易学 易记 易修改 可读性强 高级语言除了VB以外 还有Python C C++ Pasca 加瓦等 我们来练一练 高级语言与机器语言相比 以下叙述错误的是 小雅 你来分析一下吧 好的 机器语言的优点是二进制形式的 计算机能直接识别 运算速度快 但它的通用性差 仍然识别 难记忆 可读性差 高级语言的优点是 接近人的自然语言 易学易记修改 而且通用性强 但需翻译成二进制形式 计算机才能识别执行 所以占用空间大 执行速度慢 所以我选C 回答正确 小雅分析的也很清楚 那么大家课后 录接后教材的内容 对这三种语言的特点 可以再好好的梳理一下 好 我们再来练一练 下图是一段 用Python程序设计语言编写的代码 功能是输出200以内 能被17诊出的最大阵诊数 这段代码属于 指令 程序 还是软件呢 小大 你来分析一下 好的 高级语言编写的代码 需在翻译成机器语言后 计算机才能识别执行 这段代码对应的一定是一组指令序列 所以应该属于程序 但也不能说它是软件 因为软件是指程序和相关的文档资料 回答正确 老师再补充一点 一般情况下 高级语言的一条语句 相当于几条或几十条的机器语言指令呢 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 指令 程序 软件 好 接下来我们整理一下 计算机软件系统的组成 小雅 你来整理一下吧 软件系统分为两大类 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系统软件是计算机设计者或生产厂商提供的 使用和管理计算机的软件 应用软件是为了完成某种 应用或解决某类问题 而编制的专用软件 回答正确 这一部分的内容 除了需要知道这些大的分类外 还需要识别一些具体的软件的名称 及其功能 所以也是希望同学们课后 能够结合教材的内容 再做进一步的整理 那么接下来 先跟随老师梳理以下几个要点 关于系统软件 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就是操作系统了 它是计算机的管家 对计算机全部软件资源 硬件资源进行控制和管理的 控制器的管理 如负责CPU的分配和控制 存储器的管理 如负责内存的分配和回收的 IO设备的管理 以及本件的读写 增加删除 共享和安全保护等 另外作为用户和计算机 硬件系统之间的接口 其他软件必须在操作系统的支持下 才能运行的呢 那么大家知道 常见的操作系统有哪些呢 小月你来说一下吧 好的 常见的有Windows Mac OS 还有移动设备上常见的 有安卓 IOS 回答正确 老师再补充几个 Linux操作系统 是一个开放原代码的 免费的操作系统 还有英特网中服务器 有首选的操作系统UNIX 关于操作系统 我们一定要提一下 我们国产的操作系统 华为自主研发的鸿蒙OS 这是在2019年8月正式发布的 是一款面向未来的操作系统 它将适配于手机 平板 电视 智能汽车 可穿戴设备等 多终端设备 系统软件 除了包括操作系统外 还包括语言处理程序 也就是各种程序语言的翻译程序 它们的作用就是把汇编语言 高级语言编写的原程序 翻译成二进字代码表示的机器语言 使计算机识别执行 系统软件还包括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库是长期存储在计算机中的 有组织可共享的数据集合 数据库管理系统 就是用于建立 使用和维护数据库的软件 常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有 SQL Server Access Org DBR 再来看应用软件 由于应用面广很难分类 列举机中常见的 如办公软件 多媒体制作和播放软件 管理信息系统 以及生产过程控制系统等 总之就是为了完成某一应用 或解决某类问题而编织的 专用软件 好 我们来练一练 关于操作系统的叙述 与下错误的事 小达 你来分析一下 我选A 因为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的大管家 不仅能管理Word文件 而且是能对计算机全部软件资源 硬件资源进行控制和管理的 属于系统软件 一台裸机 只有装了操作系统之后 才能再安装应用软件 回答正确 大家不仅要知道操作系统是属于系统软件的 而且要知道系统软件 应用软件各自不同的作用 更要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 那大家来找一找认一认 以下软件 哪些属于系统软件 哪些又属于应用软件呢 小雅 你来找一找吧 系统软件有Windows Android iOS 操作系统Linux 数据库管理系统 Luraco 高级语言 Visual Basic 应用软件有 多媒体播放器 ViewPlay 自处理Word 动画制作Flash 办公系统WPS 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电子表格 Excel 选择正确 对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来讲 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系统软件 是使用和管理计算机的软件 如操作系统 每台计算机 至少一套操作系统 负责管理应用软件 如何来使用硬件 为应用软件的运行 提供了支持 它们分工明确 又相互依赖 使计算机成为了人们生活 学习中越来越亲密的伙伴 好 到了本课的总结环节了 通过这期课的复习 希望同学们理解以下几个概念 计算机系统 硬件系统 软件系统 五个逻辑部件 硬件配置几起性能指标 计算机的子力 程序 软件 语言等 厘清这样几个关系 一 五个逻辑部件之间的关系 二 此理 程序 软件之间的关系 三 硬件系统 系统软件 应用软件之间的关系 并能够识别 微型计算机的硬件部件 识别系统软件 应用软件 区分主板上常见的接口 实现 主机 与外部设备的连接 对这些方法 能够进一步的 练习和巩固 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复习 相信同学们对 计算机系统的重要部件 工作原理 硬件系统 软件系统等 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同学们 到今天这节课为止 我们把第一册 教材前两章的内容 都复习完了 希望课后对需要 理解的概念 厘清的关系 复习的方法 再进行进一步的 复习和巩固 做好梳理和归纳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